现在你看到的这都是他坐上去的 能看到的 据说此时此刻还有多少桌 排了80桌 8点出头80桌 但是我现在你看我走到这了 这差不多就是纯是排队了 您看看 105桌了 你有心情能去了到吗 排了有号吗 有70 你真排了有号 你从刚开始南号到现在 大概有多少时间 我是7点15到的这里 8点08 他跟我说的是半个小时 先骗你一下 先骗你一下 没关系 因为我这下想吃很久了 我陪他来 我上次来的时候是下午2点 下午2点来点赶上去 吃饭 还有完让的号吗 不是 卖出 想着任台多了 晚点来的 买完了 他这煞种子 猪蹄是火锅吗 想着明天不上班 就硬等 就硬等 他那个猪蹄特别好吃 你可以留在这多等一会 多等一会 值得等是吧 香香 我们来的比较早 没有排队 没有排队 对 我们来点楼四点就得来了吗 差不多 我就在楼上住 他们家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是 我们就等了一个小时 90 排到90 排到90 这会儿好像是一百点了已经 值不值 我感觉从味道 还有性价比上来说超值的 它的味道 所以我们这边一般做的 卤虾味不一样 它这是麻辣肉的猪蹄 吃起来有一种新鲜感 猪口非常软烂 胶原蛋白比较丰富嘛 只有猪蹄还有啥 还有鸡爪吧 排骨这些都是挺喜欢吃的 鸡爪的话它很软糯 我们因为这几个男生都比较喜欢吃肉 所以点的是猪蹄锅 酱味比较浓 因为我们叫的是微辣嘛 你可以叫辣一点的 然后辣味就会比较重 它上菜我不知道速度快不快 像这个人流量的话大概一二十分钟 推起来说实话还不错 分量也比较粗 这锅多少钱 一百三十几 好像还能算锅 店里主打的就是麻辣猪蹄火锅 还有排骨和鸡爪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搭配 有酱香 微辣 麻辣三种口味 店里的自助涮菜和小料可以随便选 套餐里基本上都包含了 人均不超过五十块钱 就可以吃饱吃好 九点零五分 这会儿的号呢排到一百五左右 叫号可能在九十左右 这锅我们直接是要了三斤的猪蹄 当然了有很多平台有很多优惠的 都可以自己去选择 一锅的猪桌给您看一下 不辣 在这儿说味重的人 都说的是大实话 第一口下肚之后 我觉得这个辣味是特别明显的 吃到嘴里之后 这个热劲就直接能上来了 我估摸着三块 最多三块 三块之后 咱这个海谁也控制不了了 谁也控制不了了 并且它这个辣味后续带来了 还有那种麻的感觉 它的弹性是很足的 你就说这个我觉得食材本身 新鲜程度是没问题的 口感距离我想象当中的软糯 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目前给我的感受 味道是一定大于口感的 如果您不能吃辣的话下 吃这个有那种感觉吧 就好像这个雪地开车你知道吧 光想踩油门 但是使不上劲 它就咋弄你都得稍微谨慎一点 因为这个辣度还是挺给劲的 哎呀 先提心调表一会儿 然后就猛吃两口 感觉没事的时候 又拉我一下 来来回回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饭 和一场酣畅淋漓的排队 直到现在 大概是将近十点用的时间 我们刚来是啥样了 现在依然是啥样了 首先呢 我觉得这个排队值不值得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很以为这个地方服务不好 但其实年轻的服务员还挺多了 眼力价也有 错峰的话是可以来的 优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